这一天在瑞芳的网诊 安排六条路线 让23位不方便出门的病患得到照顾 实习医生跟着经验丰富的医生贴身学习 又看到他的尿管 尿管没有固定好 没有固定好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一般人都不会知道 我们今天过去医师们一看就发现 这没有固定好导致他血尿了 那其实我们只要教导他们 怎么好好的固定 好好地去处理 因为我们普通走进诊间 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因为那是医师的环境 不是病人自己的环境 但是反而再到家里的话 放下医生的那种身段 比较像朋友一样 磷患肌肉僵直性的张先生 医生英气鼓励不要放弃 也许我的手脚也许功能没有很好 但是我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你的小孩 其实他们都也都很努力 他们也希望看到爸爸能够快乐 很多案族都这样子 就从他正常运行良好的时候 一直到他一般二化 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有所感触 健康的身体来做护俗 由志工搭起医护与案家的桥梁 岁末60位医护人员 82位志工走入偏乡 守护乡亲健康 大家请问这些美志工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请问 我们下期下期请问 好